下一套,這次不知為何唱歌不會死的呢? 唱歌不會死,你搞錯了 不是啊,老實說我記得這套東西一開始我看了很多畫面 不知道是回憶畫面還是第一季回憶畫面 我一看到,其實應該這樣說,我看那時候因為大家都知道名字亂殺 因為有很多片要看,名字亂殺 一開始我也不知道自己開了一面套 但我一看到七孔流血那個樣子,我就記得這套一定是戰機結場 他怕人拿回那個索,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為何還要拿回那個索 七孔流血可以HIGH SCORE OF THE DEAD 可能他會回來,死人會回來 這套是戰機絕唱第二季 GG,不是摩托尼亞 沒有啊,我自己覺得上季來說是一套笑片 今季我看了兩集,我不知道是否第三集是何時做 我不懂了,暫時來說其實都是一套笑片 不過稍為劇情,整體感覺,歌曲好像比上季好一點 我已經忘了他第一季說了些什麼 我也沒有,這幾個月球懶了 我記得是不知道那支什麼槍 永之槍 類似這樣的東西 總之那支槍就跟那些武器有關 今季又出回來的 我覺得老實說,他是給一個理由 總之給一個理由就是這次出了三位戰機 對,戰機出來,歌機出來 三對三,這樣就可以打了 正常來說,雖然看了兩集 但我也很清楚到12集的時候,就落鬼會聯手 這個是必然的套路,我聯繫了大家都沒有問題 你們都不介意我相信 哇…這裡很醜笑而已,不用理會 那麼她本身,她的劇情一些一直行進 其實一開始也說 我需要找一些所樂門之象 鎖,所樂門之象 那些可能有… 其實我不是很清楚,說得很複雜 可能不知道你當什麼 他們變身是靠性惠物宜,那件又是性惠物宜,接著好像說到第一季的事件,就是那個低能的博士搞出來的事件,之後之後有些延伸的事件,就要靠這件事去解讀。 之後似乎有些Lois,就好像受人操控一樣,就要攻擊他們這輛在運送所能無知像的車,就說如何去阻止,如何最終可以成功運送, 到最終送到基地的時候,又被人搶回,其實我覺得我都很沒腦,為什麼你會覺得那些基地的人會守得住呢? 為什麼你都會這麼開心,沒有東西,騙殺我們完成任務,這支所能無知像是交給我們 那麼多年的事件,導致到普通武器對Lois無用的情況下,包括那些所謂開槍射的,你知道那些人是傻子 我真的不是很明白,他已經在車上說明,他們好像有智能地追著我們,他好像是想上一支像,但去到的時候好像一切都已經忘記了,不要緊,我們安全了 你給我一支像,我當得住了,打工而已,然後一轉一轉的畫面就已經大爆炸,已經在想什麼事情發生了 那些劇情的邏輯,不要那麼差,我知道你是想繼續趕鼓,但是可不可以,我寧願你說在車上被人搶了算了,少年被人殺死了,OK,沒有問題 不過是之前什麼事件的英雄嘛,你不明白他們做保錶,保錶運送到目的地,送完就走了,打工就來幫你,還看人 因為這樣,送到目的地而被人搶了,無損我英雄的明星,因為我是真的送到他,但是送到他之後,你們保護不力,不關我事 感覺上好像很合理,但我接受不了,好不好 算了,後面也接受不了,水樹浪浪唱歌,但我不要幫忙打點響音,不用了,你掛著唱歌就行了 那個情況也是那件事,上季我也不太記得劇情 因為正常來說,水樹浪說歌姬是一個業績手,我知道 但是今季表情好像歌姬只是主職,但問題你不是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我忘記了他,他變身後的樣子應該是有人見過 變身後,他有個頭褲,裝上頭褲蟲,認得 你玩東西嗎?你服務面俠,現在戴個面具就不認得是你 我真的覺得,你真的當成全世界有老殘,你這樣算 我真的覺得是,明知Light專門襲擊的人多的地方 還有一個全球演唱會在螢幕上看,好嗎? 一個Light過來吃光,全部玩完了 真的,我覺得這件事有老殘,你仍然將這件事不設定 由第一季搬到第二季告訴湯,我沒有在面前面身,大家都認得到我 喂,你在人後面面身,我都認得到你了,你不要玩了,你真的當大家不知道嗎? OK,算了,我當這個世界的人全部都跟忽忽差不多 我認為他認不了你,OK,that's why 我想問,在世界的和平,以及你唱歌之間,你應該選哪一個呢? 你會覺得,唱歌對我來說很重要 機器人說,你就是唱歌可以的 唱歌就是,世界,機器人說,你的歌聲是要自遇人心的 自遇什麼人心啊?那些人都死了,自遇什麼人心啊? 最遇人心啊,明明,你不要想那麼多事情啊 真是文哥啊 這些根本就是不知所謂的狗屁羅瘡,我真的越看我就越在那裡笑 然後還要再加上打那些場面,什麼陀螺啊,爆船婆婆啊,厲害啊 上季有些招的人,你不要質疑他,上季有些招的人 跟著還要有個電鋸梁出來,拿些電鋸出來的人 幹什麼呢?是不是已經多窮,是不是已經沒有招呢? 這個世界有八萬種武器給你選,為什麼你要選最好笑的出來呢? 我真的不明白了 怎樣啊,你只會這樣十分 其實已經套糟套得算少了,你可想知道上季是多麼惡劣的情況,你知道嗎? 上季我們討得最多就是,尤其是什麼呢? 今季一開始已經是說了一件事,就是說 變身需要唱歌,但是變身之後 依然那個問題就是,我們上季插的問題就是什麼呢? 阿響變身之後,他唱歌是跟他的動作,跟他的嘴型是完全沒有關係 明顯是什麼呢?那時候有隻喇叭在那裡補聲而已 這季固然繼續延續這個gap位 今季mash了一點點,我覺得 真心說一句,其實除了一些很gap的武器之外 其實那些戰鬥的畫面,我覺得是有提升到一點的 但是呢,提升完之後呢,是不是口供性能這麼高呢? 我就有些保留了 我自己來說,其實我覺得這些戰鬥班也是 雖然你都明白它是復復效果的 但是,一些常規武器,即是你應該給我看動感的東西 你應該給我看吧 很簡單,你說你用劍的,用槍的 即是Goku 槍人的角色,我是覺得最常規的 即是這隻簡直是一隻Gundam版的Health Harm來的 即是一隻重炮手高達來的 那很正常,因為你打架是用槍,用炮,用導彈 用什麼劍,用什麼電鋸 其實是不需要用這些東西的 用這些就好了,最直接的 那當然啦,其他角色是不是這樣呢? 即是你看到對方的三個尖角,一個已經用斗篷 用廉刀,我也覺得算了 用斗篷,奇腳桂,用電鋸,這些更加不知做什麼 即是電鋸的鋸片,不好意思 不是只是練鋸,只是鋸片 所以你說,我自己覺得 第二集看完之後 算是OK的,我覺得可以接受 其實我甚至覺得歌的水準 其實整體來說會比較高了一點 當然啦,我也不得不承認 本身可能因為他實在要再拍多歌出來 其實他的整體質素是不會很高的 只是上季質素真的比較低 是比較低的 對,就是比較低的 所以我聽你入耳也不少 我覺得OK啦 但是你說劇情方面 也是那一句 就像剛才我所說的 美根基里那些 你其實可以取寫的 你就不要這樣寫 你為什麼要搞到一個故事 這麼不知所謂 可以避阻的 我覺得有些事情 你不可以這麼合意 雖然都知道 你退入花花花花的人頭 還硬是要拿一些道理出來 就是說 你這些人是不明白我們的苦難 根本就是中意餅 這個世界永遠沒有人明白我的 這個還不是中意餅的極子 說得這句話出來 其實也是一些 老近到非常 即是今天女主角 又在問自己 什麼戰鬥的目的 戰鬥的意義 說完一堆廢話 我過繩了之後 就是用拳頭打爆他的夢想 而最大的問題就是 戰鬥的目的 你第一季已經找到 你不要第二季再跟他問 都是例如失憶 即是等於什麼呢 問完你人生的意義之後 你找到人生的意義之後 你再給第一季問人生的意義 咦 我應該不應該回答之前的答 這樣就真是可憐 還不失憶 忽々都認得你 給香蕉下次他都會認得你 對啦 比香蕉更壞 就是為了這些智商 有沒有這麼淒涼 等於拆掉他的智商錯覺 那他黑化的時候 是變成一隻香蕉的 對啦 那算了 對 發不發這句話就算了 整體來說 我也是那句 如果其實你頂得住第一季 你真的有這麼大歧心 看完第一季 你應該都會看這季的 如果你只看這一季 我會覺得 你自己試試聽一下那些歌 看看那些動作場面 或者你如果不太重視劇情的邏輯 其實你是可以看的 但是我都會很肯定地告訴你 這套東西基本上都沒有什麼驚喜 特別是劇情之上 是老近到非常 你看完動畫 你已經猜到結果 我都說我寫包單 他最入六國一定完首的 我說 我等阿施靈有沒有出來無傷 真的 不知道 這個不知道 但是理論上定位的東西 其實就差不多 這套東西 就是馬哥 整一下機場戰鬥 然後就 啊 大家大團圓結局 這套東西就收起來了 這套東西都不會有什麼 不會有什麼黑化 就是黑都在中間黑黑 最後大團圓 上季弄爆月球 今季弄爆地球 其實呢 那 星球這些很多 沒問題 九大行星還有很多 沒問題 算了 算了 這套就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 我們來禁錄 我們來不見 有什麼 小怪的